台庄北区中青路的路面上12号下午突然出现一堆螺丝钉 一名骑着单车的女子经过发现怕造成意外 顾不得车来车往弯腰剪实 附近当部老板也上前帮忙挡车 而另外在彰化两名女学生过马路的时候 当场目击到一只狗被车撞死 当场崩溃大哭也赶紧协助报警 监视器画面拍下一名头戴牙蛇帽的女子蹲在逆向的车道上 忙着剪实散落一地的螺丝钉 由于刚好是转弯处车来车往的实在好危险 幸亏附近的当铺老板发现热心上前替他看过来车 那个本来就很容易爆胎啊 很危险啊 那个一看到一定会少啦 时间在往前到 原来之前一辆绿色轿车开过转弯处 车顶一盒螺丝钉瞬间掉落洒满地 骑单车的女子路过发现担心造成意外 便停下车弯腰徒手剪实 一共剪了498根的螺丝钉 现场并如车辆毁损 人员受伤 而事后警方也将根据车牌 对轿车驾驶开罚 而另外在彰化 同样也是热心工艺 两名女学生骑着假踏车上学途中 发现一只小白狗在路边游荡 担心是有四族养的偷跑出来玩 想上前关心 没有想到下一秒狗狗跑上马路 当场被经过的轿车给撞死 女学生募集整个过程 当场崩溃大哭 也协助报警 而驾驶发现撞了狗之后 赶紧停车 先将狗狗移到路边 避免二次伤害 是否是出于故意或获失 去撞到这只狗狗 然后再厘清后续的相关责任 驾驶除了要被依动保法财罚之外 四族也因为没有进到 善进看管的义务 也要挨罚 接着台中张话松和报道